刚才这个小品严格意义上讲的 我们叫是绝捧戏的小品 但是越是这样的小品 越需要演员个人的功底 来拯救整个戏剧编排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那么刚才长江老师说到两位表演的好处 我倒觉得这里边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小品创作借鉴 就是有的小品特别好的 本子特别好的 它的特点是针灸 这一针下去就扎到你麻筋上了 从头到尾你都麻麻酥酥酥的下来了 觉得很过瘾 还有一种扎不到麻筋上咋办呢 多扎几个窟窿咬 让人也觉得挺饱满的 你像这里边屈屈光的台词 就是那种针灸多扎窟窿窿的台词 一会儿PS 一会儿任性有钱 一会儿发朋友圈得了 这些散点搁在一块 也能构成整个小品的看点 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本子本身的结构不理想的话 一定需要演员在台词上和表演上各方面 有出彩的地方 所以我说这个戏应该算得上绝捧戏 为你们精彩的表演和彩 谢谢